今天上午11点 当珍在短暂的放松时 她认为又经历了一次千里眼的尝试 在她紧闭的双眼背后 通常的黑暗变成了灰色 然后变成白色 或是变亮了 最后她看见一道扩散的乳白色的光 就像她在看一片磨砂玻璃那样 她说除此之外 她看不到其他东西 不过她很确定 她有一种感觉 这道不透明的光可能会变透明 从而让她看到东西 晚上8点40 珍躺下休息 我静静地坐着 试图运用心理时间 我没有经验到任何出乎意料的情况 不过珍却有了梦境地点 不占据空间的想法 8点55 我叫醒她 她说她感觉有些放松 没有那么紧张 珍用相当正常的声音和速度 开始传述 不过没多久 她的传述就再度慢了下来 这种比较缓慢的节奏 在最近的课程中经常发生 几乎成了惯例 这道使我做笔记更容易了一些 她的眼睛漆黑如常 晚安玩伴们 晚安赛斯 我很高兴 你对我们上一节课如此满意 事实上 我正是要谈论梦境地点 因为你们的确在梦中经历了这些地点 这些地点不占你们的空间 在某个层次上 它们可说是子虚乌有的 然而 它们又确实存在 当你在梦中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 触摸到 并且在这些地方走动 只有当你醒来时 它们才会逃逸 这应该和我们谈宇宙扩展的资料 一起考虑 因为梦中的地点 当然代表了一个实相 甚至有一个不存在于 你们空间里的架构 纯粹按照 用来测量你们的空间的 惯用标准来测量 你们根本不会收到 有关它们存在 或它们实相的任何线索 纯粹按照你们的伪装概念来衡量 许多你们知道存在的事物 似乎就不存在了 你无法否认你自己的心理实相 但有时候似乎如果你能够否认 你会否认的 你无法从外面去感受 或者看见 衡量一种情绪 情绪不占空间 情绪仍然存在 感觉加剧 在值 也就是value上 它们可以说是扩张的 然而这种非常真实的强度 或值的扩展所占据的空间 并不比它在孕育概念时 占用更多的额外空间 红色这个颜色比黑色更鲜艳 然而红色并不比黑色 占用更多的空间 换句话说 扩展的发生 就值的特性 或强度的等级而言 与空间的扩展无关 而值与强度的扩展 是唯一真实的扩展形式 我说过 目前你们的仪器 无法探测到心智 心智并不占据空间 但心智却是赋予 头脑力量的那个值 value 无论是从个体 还是从整体物种的角度来看 心智都在不断的扩展 无论是跳蚤或人的心智 都不会占用更多或更少的空间 心智根本不以空间的方式存在 只要你们一直从空间扩展的角度思考 就没有办法测量心智的扩展 也无法测量宇宙的扩展 否认在空间中不存在实相 这个事情 就等于否认人类自身的很多传承和能力 再说一次 梦世界以一种非常个人 生动又有效的方式存在 但梦世界并不会占用这么多英寸 或者英尺 或码 或者英母 现在我们进入另一个话题 如果梦世界存在 而它也确实存在 如果它不存在于空间 那么它存在于哪里 或是在哪里存在呢 要是有路径的话 什么路径会把我们引向它呢 真拍了拍我的桌子以示强调 他说得很慢 前面这几页从头到尾 我相信我经历了好几次心灵感应 比方说 在真开口之前 我会捕捉到一模一样的字句 我还说过 基本上宇宙与你们所说的空间 并没有比梦世界与你们所说的空间 有更多的关系 那么你们可以从基本宇宙和梦的世界中 都看到可能存在着的媒介关系 推断出一种相似性 这里你们必须明白 你们的空间观念和我们第五维空间的实相 很不一样 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 我想再把这一点说清楚 你们认为空间是一个有待填充的空无 这是个完全错误的概念 物体 星球 恒星 星云 这些东西 在你们的这个宇宙中形成 根据你们最新的理论 它们不断地诞生 这个宇宙也不断地膨胀 被推着 pushed 可以这么说 以至于其周边突起 外围的星系 简直是进发到了无边无际 真正的第五维空间 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 正好相反 是生命能量vital energy 它本身是活的 拥有无尽的转换能力 形成所有的存在 甚至形成你们所熟悉的 试图探究 却徒劳无功的伪装宇宙 这第五维空间 这个我所说的 十项的基本宇宙 在强度 特性和直上 不断地扩展 这种扩展方式 与你们的空间观念 毫无关系 在所有伪装之下的 基本内在宇宙 Basic Inner Universe 根本不是如 你们所设想的那样 存在于空间 你们所设想的空间 也就是一个 有待填补的空无 是一种伪装 我建议你们第一次休息 9点31分休息 真解离如常 他说 赛斯传来的声音 像铃声般的清晰无比 他的声音变得很安静 舵步很慢 9点35分 他以同样的方式 继续传述 梦 梦世界 在你所知的时间里 不存在任何真实程度的时间 在梦里可能经历了几个星期 而这个梦可能只用了你钟表时间的一瞬间 心智的内在想法 Inner thoughts of the mind 在时间上只是瞬间的存在 即使是触及梦与念头的这一丁点的时间 对梦或者念头也都不是基本的 这一丁点时间只是物质伪装形式的一个属性 就算这样 时间和念头 ideas之间的关系 以及时间和梦之间的关系 也是模糊的 我说过 虽然你在梦中经历了两天 但你在那个梦中是没有涉及到时间的 因为你虽然在心理上经历了那明显的时间 但你并没有老了两天 唯有在这些时向进入 Deep into伪装宇宙的时候 梦世界和心智才会被时间触及 才存在于时间之中 基本上梦世界和内在心智的想法 The ideas of the inner mind 都不在时间中存在 虽然从时间的角度 从物质形态上来看 它们可能是可见的 内在宇宙的实相 也基本上不存在于你们所设想的时间之内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 从伪装时间的角度 可能瞥见它的局部 然而 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 如果梦世界 心智和内在宇宙确实存在 如果它们不存在于空间 如果它们又基本上不存在于时间 尽管它们可能通过时间被撇见 那么你的疑问会是 它们以什么媒介或方式存在 没有时间 那怎么能说它们存在于一段持续时间 in duration之中呢 你们已经有了很多 我给你们的线索 答案本身不应该显得难以置信 你们知道梦的确存在 你们知道心智存在 你们对这些具备个人的直接认知 我是在告诉你 基本宇宙以同样的方式 存在于所有伪装宇宙之后 而且不占空间 就像心智存在于头脑之后一样 头脑是一种伪装模式 它占据空间 存在于时间之中 心智不占用空间 在时间内没有它的基本存在 内在宇宙的实相不占用空间 在时间内也没有它的基本存在 另一方面 你们的伪装宇宙占据空间 并在时间中存在 但它不是真实和基本的宇宙 就像头脑置于心智 然而现在梦世界 心智和实相宇宙确实存在 它们存在于一种气候 climate之中 我们将称之为心理实相之直的气候 the value climate of psychological reality 这就是媒介 这取代了你们所谓的空间 这种心理实相的直的气候 是一种性直 它使所有的存在和意识成为可能 它是生命力背后或内部最强大的原则之一 而生命力本身就是从它自己本身 构成了所有其他的现象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10.01休息 真解离如常 这是一节非常安静而祥和的课程 真恢复了它缓慢而从容的传述 10.06分 这个值的气候的主要属性之一 是自发性 spontaneity 这表现在唯一一种 具有任何真实意义的时间的存在上 那就是广阔的现在 广阔的现在与持久性 Durability的存在并不矛盾 而持久性并不意味着 有你们所设想的一个未来的存在 现在这可能显得很矛盾 但以后我希望你们能更清楚的理解这一点 广阔的现在虽然是自发性的存在 同时性的发生着 但它仍然包含着持久 Duration的质量 比方说念头本身并不知道 过去 现在和未来 然而在没有经历现在 过去和未来的情况下 它仍然会持续下去 广阔的现在所涉及的持续时间 也丝毫不涉及 例如禁止成长 以达到成熟的暂停 在你们的伪装宇宙中 成长往往意味着占据更多的空间 事实上 在我们实相的内在宇宙中 成长存在于我说过的值 value或质量quality的扩展之内 而且没有 我再重复一遍 没有意味着任何一种空间扩展的意思 它也没有意味着 像你们伪装宇宙的成长那样 一种进入到时间的投射 我知道这个资料很难 我是用尽可能简单的术语 讲给你们听 如果成长是你们伪装宇宙中 最不可或缺的法则之一 那么在内在实相宇宙中 对应于它的就是自我价值完成 也就是达成完形 现在 真走向我在上课期间 用做书桌的桌子前 他一只脚踩在椅子上 俯身监督我写的每一个字 下一个段落 可能是他传述中 停止来回舵步时间最长的一次 现在 你们伪装宇宙的所谓法则 并不适用于内在宇宙 它们甚至不适用于其他的伪装层面 然而 内在宇宙的法则 却适用于所有的伪装宇宙 任何层面上的所有意识 都必须遵循内在宇宙的基本法则 这些基本法则当中的一些法则 在不同的伪装层面上都有相对应的法则 被人们所知和接受 这些法则有各种表现形式 也有各种名称 现在 真再次恢复来回舵步 在你们自己的宇宙中 这些基本法则 在很多层次上 都被遵循着 我们将适时讨论这些法则 到目前为止 我只给了你们一个 那就是值得充盈 value fulfillment 在你们的物质宇宙中 物质的增长 遵循这个法则 存有通过循环转式 遵循这个法则 人类这个物种 以及你们宇宙中 所有其他物种 在你们这特定的水平层面上 都在演化的支持之下 遵循这个法则 在其他的层面上 这个法则是以其他方式贯彻的 他永远不会被忽略 因为资料的重要性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真解离了 用他的话说 他出神出得很远 休息时 他看了看上面的资料 因为他想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内容 10点35分继续 内在宇宙的第二条法则 是能量转换 Energy Transformation 这在不断地发生着 能量转换与值的充盈 都存在于广阔的现在 加起来就是一种同时自发的持久性 能量转换与值的充盈 加起来就是一种同时的持久性 这里真笑了 这里你可能看出我们正要讨论什么了 我们内在宇宙的第三条法则是自发性 Spontaneity 尽管有开始和结束的所有表象 尽管有死亡与衰败的所有表象 所有的意识都以自发的方式存在于广阔的现在 存在于同时的和谐中 然而在广阔的现在也有持久性 持久性 Durability 是我们内在宇宙的第四条法则 如果没有值得充盈和能量转换的法则 在广阔的现在架构内的持久性就不会存在 这两者使得在广阔的现在之内的持久性 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现在在你们特定的伪装宇宙中 你们正在学习能量转换 就你们来说 你们正在学习通过将内在能量形成物质结构来转换它 这个层面使你能够通过形成特定的外在感官 来操作这个目的 但到目前为止 你们在能力的使用上还受到严重的限制 当掌握了值得充盈和能量转换这两条法则 那么持续Duration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你们所认为的死亡 并不比你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想法更具有基本的实相 死亡其实代表你现在感知能量转换的能力 甚至值得充盈能力的一个盲点 死亡仅仅是代表你自己感知的终止 也就是说你理解的终止 你们这方面的能力相当于理解力的完全萎缩 你们的感官并不具备感知能量 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能力 当然一个孩子的出生 确实从根本上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个转换是一种投射进入 而不是离开 你们的理解领域 你们所谓的死亡只不过是你们自己的能量转换到一个 无法被外在感官感知的领域 我希望对你们的层面 我已经把这个资料讲得够清楚了 真微笑着靠在桌前 实际上持续本身就取决于这样的转换 我们已经成功的共同完成了今晚的课程 我敢说我过来的方式极为出色 我想在这里说明一点 使用心理时间的经验将会带领你们接近对心理实相值的气候 value climate的理解 原因很明显 心理时间的确是这个心理实相值的气候的一部分 它以相当不佳伪装的形式出现在你们自己的宇宙中 你们可以感觉得到它 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 11点休息 真再次完全的解离 11点05分恢复的时候 它的传讯还是很慢 我给你们这些法则不一定是按照它们的重要性 只是按照我最容易向你们介绍的顺序 创造性creation显然是基本法则之一 我们称之为内在宇宙的第五法则 在你们的物质宇宙里 这条法则是通过理念建构而被遵循的 这些理念建构成为了内在实相的近似物 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扭曲的 构成形形色色你们所熟悉的伪装模式 我们将在今后的课程中详细探讨这些法则 并且概略介绍一下其他的法则 你们也会看到 内在感官如何配备来感知内在宇宙的基本内在实相 和你们的外在感官配备来感知你们的伪装宇宙 操纵的方式差不多 这个资料其实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难理解 在直觉上你们应该能理解大部分 直觉不受所谓的逻辑定律以及因果关系的束缚 它们并没有把你们知道的时间列入考虑 因此它们不受连续性的束缚 也不局限于一个接一个串起来的文字 甚至是思想的交流 直觉能够接受概念的实相 conceptual reality到某种程度 它们能够感觉到一个概念的内容和效力 而这是头脑本身所短缺的 我今晚很想探讨更多的法则 然而我最好还是把它保留到 等你们更熟悉了今晚的资料以后再说 不过请记住 我们的宇宙体现它自己 却不占用空间 还有我们那幅想象的画 在画中距离在背景中似乎越来越远 却永远不会触及画的背面 这也许可以让你们对我们那广阔的现在 有一些直观的理解 它有持久性 却不占空间 矛盾或相当明显的矛盾 只会出于你们的错误概念 多半是错误的因果体系造成的 显然即使在你们自己的层面上 和在你们自己的伪装宇宙中 因果的应用也很有限 如果因果关系是一个绝对法则 那么连续性也必须是一个绝对的法则 所有或任何千里眼或遇见未来的证据 即使在你们的宇宙里也都绝对不可能 但根本不是这样 只是因为基本上没有因果 只是表象上的因果 也没有过去 现在和未来 所以千里眼在你们的宇宙中 才有可能 虽然千里眼的觉察相当罕见 但它确实存在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淡化了 但它是一种自然的方法 可以警告个人 他们自己的外在感官不熟悉的事情 它是一种自然的方法 通过给予个人对事件的内在知识 来保护它 要不是每个男人和女人一直都有千里眼 在你们层面上的存在 将会涉及这种内在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那将是完全无法长寿的 个体总是被警告有灾难 这样机体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死亡的日子是知道的 由于明显的原因 这样的知识在意识上是不会给自我的 但每个有机体通过它的内在感官 都配备了关于个人灾难 死亡等的潜意识知识 人格本身事先决定了 它认为是灾难性的 整个物种的成员都事先知道 他们的战争 正如心灵感应 在潜意识层次不断运作 作为所有语言和沟通的基础 同样的 千里眼也在持续不断地运作 以使身体又机体 可以做好准备去面对挑战 内在的感官也传达了这样的知识 即死亡只是一种能量转换 而你们几乎数不生数的宗教 只是代表了试图让自我了解这种知识的观念象征 他们处理的是扭曲和伪装的资料 这是不必怀疑的 他们以某种方式设法让这份内在知识 成为小我对物种的理解的一部分 对于一节课来说 这样就够多了我的鸽子们 我能问个问题吗 可以 今晚你能告诉我们一些 关于卡拉汗小姐的事吗 应该记得 在第33节课 赛斯暗示 1964年4月15日 对于卡拉汗小姐有重大意义 巧的是 今天这节课就是4月15日 所以我自然很好奇 想了解更多信息 真在第33节课时想到的是 4月15日可能意味着 卡拉汗小姐的一个变化 而不一定是她的死亡 我现在也好奇 看看会不会出现扭曲 因为赛斯在第36节课 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过这个问题 真和我都觉得 在她的能力成熟之前 个人资料的失真 还是有可能的 今天或者说是今天傍晚 在今天傍晚 实际到你们时间凌晨2点之间 她将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 脑组织将开始快速恶化 那时候她会度过或者将度过最严重的坎儿 甚至自我也会被迫默许 在这几个小时 自我将会做最后的挣扎 自我最终将会明白 她不是要被甩在一旁 而是作为她自己 一如既往的独立 与其他独立的自我站在一起 这些自我都代表着存有的各个面向 没有任何力量从自我中被剥夺 自我由她所成就的能力 外加汲取她过去无法汲取的 其他能量的那份能力 在这方面 目前我要说的就这些 这节课非常棒 就连老师疑神疑鬼的托马斯 鲁博也对这些资料印象深刻 承认自己宝贵的潜意识 根本不可能是这一切的来源 我祝你们有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也会一如既往的期待我们的下一节课 如果你们的朋友菲利普来上课的话 我不会感到意外的 拜拜 晚安赛斯 周一见 11点39分结束 真再次完全解离 当赛斯给出卡拉汉小姐的资料时 我感到一阵寒意 真说虽然他知道 对这些课程的记录 打字对我来说是一份必要的工作 但是在他的位置上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没有一点概念 他有时感到震惊 他接着说 尽管他希望课程很好 但他已经认识到 他必须克服对课程的任何责任感 否则只会让他紧张 而妨碍资料的传送 再说一次 赛斯在第一册第36节课上 曾经对扭曲有过说法 真觉得 透过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他可以让资料更加清晰地传过来